生產線上一瓶一瓶罐裝酒精 包裝完成 送上運輸袋 疫情爆發 緊張心情再度回籠 防疫物資酒精需求量也大增 因為比較緊張一點 宜蘭酒廠這邊就建立著 生產防疫酒精的決定 所以我們在固存在減少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月 我們主要在生產大概8000多檔 公司那邊也是配合防疫的政策 只是我們宜蘭酒廠要反入這個決定 宜蘭酒廠因應疫情超前部署 這個月加開兩條生產線 原本宜蘭生產紅綠酒 通通改成75%的防疫酒精 一週就產出將近10萬瓶 許多民眾都拿國旅券來買 備用放在家比較安心 另外快篩世紀開賣第二天 購買情況還是很搶手 差不多有一個小時了 找好幾間 找第三間 第三間喔 現在買到有比較安心 對呀 藥局十點開門才不到半小時就賣完 有民眾跑三四家才買到 甚至有人特地開車一個半小時下山來買 就是要搶到 在桃園 藥局門口一樣排滿長長的隊伍 相較於酒精 快篩世紀還是最熱門 消毒水因為之前有準備 所以還沒有感覺那麼切 目前快篩是比較多的 酒精還好 這回宜蘭酒廠大量生產 全台各地酒精供貨穩定 只是疫情爆發民眾都想多買一點防疫物資 備在身上 政府表示其實物資都很充足 民眾不用過度擔憂 TVBS新聞撿納成林主委黃靜芬宜蘭桃園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